这个柿子形的香炉 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呢 画里描绘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这次还淘到了一个 充满抑郁风情的日本铜湖 春天到了 天气暖和了很多 人们都愿意出来溜个弯 这次冬四集市呢 感觉比平时热闹很多 出摊的多 游客也特别多 淘了很多东西 我们慢慢看一看 在1月26号那集的购入品介绍里 我们介绍过两个铜湖 这次呢 淘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铜湖 非常厚重粗犷 体积也很大 工艺有点复杂 胡伸手锤纹 做了一圈南蛮风格的装饰 套在湖顶 有一种阳刚荷尔蒙的感觉 像游牧民族 什么蒙古包里啊 什么使用的东西 和通常见到的日本铜湖 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后重粗犷 做工还是很细致 锤打的纹路和拎手的包边 非常的讲究 尤其是胡嘴和胡盖处理上 更是一丝不苟 特别像雕塑作品 浮雕图案立体有力 而且有细密的刻刀雕痕一样的机理 不像是敲打 倒像是铸造出来的 这是1900年左右的老物 叫汤废 也叫水柱 是烧水泡茶的 算是一件很实用的古刀具 这块墨制作于宽宝二年 就是1742年 乾隆七年 这是一块古梅园的古董墨 奈良古梅园有400年的历史了 一直保持超高的古法手工制墨水准 是世界顶级墨店 梅花墨是用菜籽油制成的上等油烟墨 是古梅园秘传之墨 因为耐光性好 适合书写永久性收藏的作品 这件香炉在摊位上就非常耀眼 气形饱满圆润 闪烁着金色的光泽 盖子是纯阴打质的 上面有折纸鹤的镂空图案 香炉主体是采用斑铜工艺制作 这种工艺制作复杂 技术要求高 需选用高品质的铜作为原料 经过几十道工序制作而成的 铜中掺杂了金银等其他未能全然融合的金属 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灰斑 形成斑铜 仔细观看 金斑是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 光彩奇幻 制作中色彩的变化是神秘莫测的 极具偶然性 想必作者在制作中一定是充满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期待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模一样的斑铜作品 这个柿子形的香炉是山姆家夫的作品 他出生于1945年的京都 斋藤青二郎是专门研究文乐的专家 这是他的原画 文乐是起源于江户时代 18世纪前后 并延续至今的一种传统舞台艺术表演形式 这幅画描绘的是两个表演者操作木偶的舞台场景 斋藤青二郎出生于1894年 1973年去世 这个明治时期的木雕漆盘 采用传统的龙凤图案 早先有金箔 有些磨损露出金地漆 虽然年代久远 木雕的纹路还是挺清晰的 值得一提的是 底部的石木图 故意制作出凹凸 带有相对平整的纹理 耐人寻味的同时 有防滑的作用 很用心的一件实用器器 另外还淘了一些好玩的东西 大家慢慢欣赏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这个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